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日更TV 大陆母往往都是男人最痛 近日网上流传了一段影片 以人夫的视觉 拍下怀疑衣柜逐间的片段 网民看得兴之勃勃 都兴肯住良汉民那首《衣柜女的男人》 多于衣柜女 多于新乐女 不好意思 令到大家耳朵流产 但这首歌真是非常应景 看着片中的三位主角 姦夫 仁夫 和人妻 如何喘异在衣柜和整碎猴之间的朴朔迷迷 这段片长接近三分钟 片中涉及四个人 包括陆母仁夫 疑似姦夫 仁妻 和他们的儿子 疑似仁夫就用第一身的视角拍片 还拿着刀 像在玩CES 不知会不会启发CES 将这个场景 加入他们的游戏中 片段开始时 已经见到陆母仁夫 疑似拿着刀 指客躲在衣柜里的姦夫 没有穿鞋的姦夫就在衣柜里显得有些狼狈 并且请陆母仁夫冷静 可惜仁夫说得越来越激动 质疑为什么他会躲在衣柜里面 获得的答案竟然是收水龙头 强调没搞什么 水喉真的流了很多水 怕不会才躲在衣柜里面 穿粉红色三岁衣 仇抱着个儿子的人妻 也说他是来收水龙头 不过陆母仁夫似乎完全不相信 不断爆粗骂爆这个水喉佬 另外有网民就说 平心议论 其实自己的老婆偷食 偷到在家真的怪人吗 不过就说 怎么说也好 偷食就肯定不对了 有网民为了换和气氛 笑言就说玩薄莉莉 有网民亦说期待着下一集 并且提醒陆母仁夫顺手验DNA 这种类人害人不浅 不知怎样对付 大家看完之后不知有什么感想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